3個中產行 一連串的社會抗爭 我們之前都說過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今天我們的主題 預先說要先說公關危機 但公關危機我由一個很貼地的角度開始 我每次都說發生這些衝擊之後 最常聽到藍絲發表的偉論 茶餐廳、火鍋店 我告訴大家 最近我都去了很多不同的餐廳吃飯 很多次一起去 你發覺再討論政治的人 已經變成主要是食客 那些適應、大姐很少再討論 不再討論電視 電視正在播放 電視正在播放 你說的話就不會答爹 你說的話就不會答爹 他就算說話的談話也不會說話 我極度懷疑現在越來越多的飲食業 是做了一個應急的培訓 就是提醒一些大姐 麻煩你們不要再在食店 或者其他店舖 再發表你們的政治偉論 因為你是倒米的 其實事實上 你在網上也看了很多這樣的情況 譬如之前將軍澳有一間牛肉拆拆鍋的店 就是因為那個大委的 不知說你們說的政見不同 就趕走他們什麼東西 第二天被人圍了幾十間店 圍到要停止營業 喂 停幾天 你想想那些全部都是現兜兜的錢 現在網上是隨意都有人說 喂 我在哪裏呢 聽過那間店舖 竟然有人說那些學生抵打 說那些警察做得好 那間店舖就被人杯葛了 基本上 我不知道這件事 不算是一種文化大革命 但是客觀的現實就是告訴你 喂 公關危機 我們經常都會說的是什麼 就是一些大品牌 即是新鴻基地鐵 可能我們稍後會討論得到 但是現在公關危機 已經是滲入到每一樣東西了 由細至一間茶餐廳 去到大一點那些吉野家 又或者是我們說那些火鍋店 最近有一間很巴之閉 那間火鍋店我還記得的老闆 寸到你沒有兩個禮拜之前 訂桌 你就不要打算來我的火鍋店吃 誰知現在被人起底 他大陸的生意partner 就說那些警察做得好 然後就杯葛他 搞到他要出國聲明 這個人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誰知又被人起底 不是跟別人合照 別人說他用了你的經營權 又開什麼店舖 你想想那個公關災難的鹹區的範圍多寬 是整個香港都變了漸層 這個是叫做大是大非之前 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是 我不知道大家不同意這件事 就是你沒有言論自由 因為是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 你不可以說納粹殺猶太人是對的 所以大是大非 你沒有言論自由就優質 你既然這樣 你既然沒有言論自由 你說那件事就不對 我就為你了 其實都分幾個層次 首先是沒有言論自由 如果你再將那個範圍再延長一點 就是沒有沉默的自由 我們都說了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有些打機KOL的什麼 是因為可能他簽了一些約 是不可以在台上發表政治 就被人偉 就說為什麼人人其他KOL 都有評論這件事 只是你不評論 你連這些新聞都不提 那我們就杯葛你 大是大非之前 你都沒有沉默的自由 這個是很明顯的 你明白嗎 這個大事有一點點 你為什麼不表態呢 那件事 等於你去 終於抗戰 終於抗戰的時候 那個人 不是 張岳寧寫文麗小說而已 事後都會有問題 因為你沉默 你沉默就是 沉默就是代表你 幫兇 是 你是沉默就是 對人的幫兇 所以香港 沒有言論自由 可以說 假如香港有機會獨立的話 我想會有 軍法管治 帶規模逼去 對 對 這個就是比較貼近 就是我們身邊吃東西的時候 聽到 然後我還記得 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們不要破壞這個社會的安寧 你會失民心 你看到人性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卑劣 但是就是 你原本經常都覺得 我們經常都抗爭 什麼什麼 你不是搞到那些 建制派 利用民心 那些藍絲 就會支持他們 現在不是 現在原來 你發覺很多東西都是很現實的 個個那些品牌都要說 我們沒有發表過撐警言論 我們沒有支持政府鎮壓 你之前說什麼 失民心 原來民心都是靠惡的 你夠惡 你就是民心 你說這句話絕對正確 民心真的靠惡 不是靠什麼正義 不是靠什麼 學世價值 學世價值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所以我從來都不相信 所以讀歷史的人 你永遠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想 假如納粹打人總會怎麼說 你讀歷史你永遠有一個問題 就是稍為用腦一點 很多人讀不用腦 假如納粹打人總 那歷史的語言是怎樣寫 每一個讀歷史的人 的心實際上獨讀 心都會這樣想 但是我們必須要接受 所以我從來 我明明是反對 違法階級利益 我都會講 用沒有真的有用 我每次都跟你講 我贊成了沒有有用 再上一步 就開始講講那些品牌 其實之前吉野家已經試過 甚至乎我們講 經濟日報的旗下 iMoney也試過 這個我用過的 叫做小編之聯 當然小編之聯 我們又牽涉了一個領頭人物 有一個領頭人物 就是石鏡泉 石鏡泉 因為之前出過一些撐警集會 發表了一些言論 發表一些言論 應該要找些藤條去教仔 找些膠水牛湯 去教訓抗爭者 以前在我 我不知道 十幾二十年前 我有誇張 他有錢 或者是那些 記得利益階級 他很兇 他喜歡說什麼說什麼 你想不到他講完這些 之後 最後竟然要辭職收場 這件事 在香港以前 以階級掛術的社會 以前是想像不到 他當然 最後要辭職 會有很多的考慮 可能是現在傳 因為David Webb 就逼供 David Webb 他本身有經濟 6% 接著他打算找港大 接著有十幾個百分比 有十幾個百分比 有十幾個百分比 當然要動搖了管理層 但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更加動搖 就是當時全民的聲討 所有人都說 我是很意外 竟然群眾的力量 可以推動 將這個所謂的 既得利益者的 因為副社長都推到台 還有他這件事 他出來說的時候 他不是代表 對 這樣說 他那件事是過分了 即是順重 如果你說撐景儀下台 但他是說用藤條 而真的發生了 追查他中了 他就說這件事是煽動 但他有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再高層次 再高層次 一些公關 我接觸公關 以前都會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罷罪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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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疑點 歸於利益 該比高的時候 是否應該等他被捕了 告了 才阻止 應該是 我有研究的言論 應該是很難被捕 因為他就說 是藤條教制 他沒有說黑社會 你們最好在哪裏 去打抗爭者 他沒有描繪 描繪的行動 就很難說他有犯法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你說了這些言論 黑人憎 有多少成是因為他真是黑人憎而被炒 有十成 但是不同層次的黑人憎 但問題就是 狀況就是 你也看這個人對於高層有多重要 這個人對於高層有多重要 石鏡泉是經濟日報的第一號KOL 是一個icon人物來的 但相對來說 他地位高 但問題就是 他在開國元老 開國元老來說 是他的高身 一部分是酬庸 他之前做了很多事情 我要用一些新世代的講法 就是老市筆 因為他是老市筆 所以可以賺這麼高薪 是的 新一代可能更能做事 你也沒有這麼高薪 事實上 一間公司 你們就不同意 一間公司如果要維持 或是多少都要用這裏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會過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如果很現實的話 就很難有認同感 但是 他如果當初兩個人 那麽就解僱了他 他對他來說 他對公司有價值 但他的價值還沒值錢 至少他是一個可以犧牲 可以是一個棄子 即是沒什麼所謂 石鏡泉有多少人工 三塊幾 三塊幾 你覺得 在一個傳媒裏面 三塊幾的人工 是一個什麼 今天香港的傳媒 今天香港的傳媒 那麼高 那麼低收合 誰都不值 如果你說香港今天的傳媒 令我很難以想像 有一個人做傳媒 可以做到有三百多萬一年 那就是蘋果以前不值 我們講今時今日 你問我 在石鏡泉講完這些事後 差不多有一百個 經濟日報集約的記者聯署 我心想的是什麼 不單是講正義 那麼簡單 大哥 我們聯署加起來 人工分分鐘都不夠 我們講的年薪多 我有什麼可能不拘捕你下台呢 還有我幫公司省了多少錢 分分鐘就落回我的袋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影響 最後我們再拉到最高層次說 其實我們今次都明白一件事 很多公司 客觀來說 他未必可能犯了大錯 譬如我們之前說 新鴻基 其實我們客觀看 他有很多事情是跟足程序去做的 譬如你說港鐵 你當然找到很多證據 就證明他們是沒有去保護那些乘客 但是有很多事情都未必有關 譬如車不能開 譬如我們說 在他有限的選擇之下 他才可以發一些相關類似的廣播 譬如他要清掉車 說真的你都沒有職員 根本就清不了車 其實都是停留於口頭上 但真正正正的問題就是 喂 你就算是跟足程序去做 你沒有犯法 你見過那間公司 今時今日 那間公關就是一個災難 那Kevin 你又怎樣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看現在公關處理 面對一個取捨 是同意是不同的 就是傳統他們很怕說錯話 於是出了事故之後 要先檢討開會 定性 定性 可能再加上過兩可 即是再brainstorm 究竟哪些是應該說 或者再採討一下 要準確 最重要不要說錯話 不怕遲些公佈 但現在的tension就是說 因為網上的資訊很快 網上討論很快 是民意形最多的 民意形最多的 他要取捨的事情 就是我究竟要和他鬥快 很早 譬如說 Storm基那單也好 港鐵那單也好 都是他說 其中政府都是 都是說你反應慢 那你反應慢都不行 你想想都不行 那些所謂反應慢 其實是兩天而已 兩天都不行 以前你想想沒有 互聯網的時候 你搞了一兩天 然後開記者會 是一些很合理的事 但你都說 那些浪費問題 不太快問題 那些浪費問題 那就是譬如香港的公關 以前太容易做 是 你試試幻想 你試試幻想 1903幾年的中國 你看看你的公關怎麼做 中國日本人在打 你賣日本生意 就是很多 你在美國這樣做 其實香港的公關太容易做 所以他們太過無謂 我覺得應該未必是跟延不容易做事 公關通常是面對什麼 你是面對大老闆 是 面對政府 面對有勢力的人 可能以前的公關 現在權力有了群眾 是的 權力有了群眾 群眾的流動性 或者資訊的轉移 這麼快的時候 你出慢一點 你就已經是一種罪 而且這件事 以前公關沒有想過 公關就是想著 穩打穩摘 所有事情沒有錯 甚至攤牆一點 可能對我們很容易 他有時候都會懶處理 很多時候懶處理 現在不行 就是剛才周彥所說 你不表態都是罪 你不表態就是一個 要被聲討的原因 所有事情就是完全扭轉了 而如果你還用舊的態度去處理 但現在的兩難局面就是 如果要很快表態的話 他應該說錯話 不是說錯話的意思 是你得罪上面 你如果很久才發表你的聲明 穩穩陣 你就得罪下面 除了怕得罪上面之外 之餘 可能你說完 那些事情出來 原來現在很多事實檢查 可能是說錯了 或者派員工讀你出來 不一樣 之後又是 再有力量 其實你可以 伸出一個 狀況 你還未清楚的時候 你也要先出一件事 即是我們會立即撤柴這件事 你也要做了一個狀況 將現狀的情況還給別人 還有一件事 以前的公關很容易做 我現在要交人頭出來 你現在就是不肯交 你經常都想著 我們叫下面的人先應對 你的公關 今時今日 如果不整個人頭出來 被人砍 就已經不再合格公關 因為所有人都要有人交代 或者叫一個高級的 是的 你要找一個高級的人 站出來被人罵 你如果今時今日做公關 做不到這個地步 就是一個失敗的公關 好 這就去到這裏